前几日,美国海军博客几周四顿区逐渐擅长,我南部岛礁,最终被我被誉为中华神顿,的052C行区逐渐采取果断措施,在旗舰首次11米处将旗币停转向,维护了我领海不受侵犯。 这一事件是我维护主权的正当之举,事后美方还发布了飞行戏拍摄的双方军舰遭遇现场,照片显示,我海军的052C行区逐渐,专业,的从内侧加速将美国的博客击区逐渐夹在旗游衔测,导致美舰转向驶离了中国领海,除了还原现场,美军的照片其实还原了此前大家忽略的事实。 那就是中国海军的052C行区逐渐,其实比美海军的博客击长度更长,虽然多位少了3000吨左右,那么,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奇怪的情况呢? 今天,我们就来说说这事,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它们的长度,052C行是155.5米, 而此次闹市的博客击Flight II行是153.77米,长度相差并不大,然而再对比它们之间的宽度,052C行是17.2米,而博客击Flight II行是20.4米, 这就是它们之间多位相差那么大的关键所在。 大家应该知道,舰艇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长宽比的问题。 长宽比也就是长度除以宽度的比例,比例越大代表舰艇越瘦长。 反之比例越小代表舰艇越肥胖,很明显052C行属于千者。 7长宽比相当于9比1,而博客击属于后者,7长宽比相当于8比1。 长宽比大的设计好处就是减小舰艇在水中的阻力,有利于其高舰艇的航速。 在相同的长度下,其排水量亦相对较轻,而长宽比小的设计有利于舰艇的往性,增加了减面滴甲板空间,有利于武器装备的布置,也增加了舱室的容积。 储备更多的福利,从以上的优点来看,长宽比越小的好处就越多。 但它也有缺点,随着舰艇宽度的增加,导致了其舰艇在水中的阻力也随之增加。 这对于舰艇的航速是非常不利的,相比于052C型装备的两台QC280燃气轮机,其功率才76000马力。 为了舰艇的高航速,它不得不选择长宽比大的设计来保证其30节以上的航速。 而美国的博客机Flight II型驱逐渐却得益于四台LM-2500-30燃气轮机,其功率更是达到了15000马力。 有如此强劲的动力保障,博客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宽比小的设计。 即使其满车排水量达到了9033多,它依然能跑出31节的高航速。 但说回来,其实中国的QC280燃气轮机的单机功率,不亚于LM-2500燃气轮机。 然而052C型只是在单舰的发动机数量升不起美国的。 博客机,我们也知道单机功率过大,反而不好控制舰艇的多位,可以这么说,长宽比大小的选择取决于动力系统功率的合理性。 如今随着航母的增加,中国海军对于大型的驱逐舰有了需求,也因此设计建造的新一代驱逐舰了055型,此型舰在动力上,继承了052C型的QC280燃气轮机。 单舰发动机数量达到了4台,在如此强劲的动力之下,055型选择了长宽比小的设计,这算是中国海军的一大剑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